民進黨新科立委黃潔 五號一早在臉書發文 又收到恐嚇信了 信件內容署名余秀端 要求黃潔和服務處人員 準備新台幣800萬元 超過24小時內看不到錢 黃潔和服務處同仁 就會全遭遇不測 還附上一張子彈照 接著連三收到恐嚇信 讓黃潔不忍了 這個是連續犯 就是他也有寄給 非常多政治人物過 我早上已經報警了 那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趕快水落石出 恐嚇信署名寄件人 余秀端一查真實身份 竟然是桃園地檢署檢查長 而對方要求付款的信箱 黃潔指出 是高雄市觀光局長高敏玲的信箱 冒名恐嚇 挑釁意味十足 這個帳號似乎是境外的帳號 就是他人似乎在海外 這種一再受到恐嚇信的行為 雖然對我來說是滿騷擾的 但是我還是會頂住壓力 我覺得這個還是 我們應該要做的工作 黃潔在這個月1號才收到 一封手寫羞辱信 罵他骯髒不知廉恥 還充滿人身風急字眼 文中還提到韓國瑜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和石橋新等人 但這回只針對黃潔一人 被封為國會新一代女戰神 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短短幾天二度受到恐嚇信 讓黃潔的人身安全 格外受到矚目 進行環境領事實